對啊 我是租房 新北色細尺區 一個月是一萬兩千塊錢 對 OK了 妳的月收入就是比較不固定一點 對 因為我做那個 道府的肌油按摩的話 其實不見得 像現在疫情這樣 就減少了很大 妳不只妳啊 這一波真的好可怕 對 所以我就收入比較不固定 但是我是預計 我要每個月存一萬塊 但這是夢想 對 所以我還要再多找一些兼差來做 可是我現在這個租房子很棒 因為三十坪很大 兩房 我跟我女兒一人一房 而且我那個房東人很好 她都裝潢過的 真的嗎 它裡面還有貴妃椅 然後那個琉璃台什麼 都弄得很好 浴室也是 然後地板都是木頭的 還有一個原木的書房 專門給我女兒用 好可愛 鞋子 快木的 都有香味 我也想問一下燕麗姐 就是像其實我們這一行都是這樣 或是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月收入其實是不穩定的 對 那她到底該怎麼去選擇租房 或是買房 或是她租房應該要看什麼樣的價位 買房要看什麼價位 一般來說我們頭期款 大概是會抓 你就抓總價的兩成 可是像我們這種收入比較不固定 像我自己本身也是金控公司的講師 那我們收入也是比較不固定 期付比較大的話 那通常我都會建議這種收入不固定的 我們在抓頭期款的時候 你至少要抓三成 那四成會是比較穩健的一個水準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要買一千萬的房子 那你至少要自備三百到四百萬 那四百萬是最安全 那同時你還要再準備一些 其他的裝修費用 裝潢費用等等 其裝潢費用大概也是抓一成 剛剛像賢麟講兩成有點多 不過我想她大概就是希望 家裡弄得更漂亮 更安全 所以我還是認同租房子 因為第一點我在租房子的時候 我在看房子的時候 我就可以看說這個房子我喜不喜歡 它裡面的裝潢怎麼樣 我滿不滿意 那我也可以選擇我要的地區 因應可能我目前的需求 或我未來的打算 可是因為我買房子的話 房子會折舊 然後還有就是我還要想 精心想著要去裝潢它 就很煩好像還有一個重點 萬一突然搬來的一個鄰居 是我不喜歡的 一直在偷窺我 那很煩啊 對 那我現在租房子不是在玩樂 如果人家一起穿 玩樂是這個 那個放情書給我的話 他會被看得比較多耶 那個人家年紀那麼大 你真傻瓜你 其實妳都很崩潰鄰居對不對 所以我搬房子有個好處 我如果看到有帥哥 我就黏著不放了 然後只有是帥哥搬走 對 帥哥搬走下的 從初歲到現在都是一直租房子嗎 還是妳有買過 其實我在台南的時候我買過房子 可是我也必須要說 買房子有一個缺點 我前夫他騙我把房子過戶到 他姐姐名下 那如果我今天租房子 我根本不用怕他騙我 房子辦完過戶的當天 他就趕我走 等一下 這很久以前的事情嗎 已經六年 怎麼 六年 可以追嗎 對 因為如果妳有一些資料 可以證明那個房子 是妳出過錢的 妳有在繳房貸 然後頭期款也是妳幫忙出的 其實是可以追回來的 都是我啊 追去 追回來 專家那個 可是因為我是自主答應 就是自主答應 自己簽的 自己簽 簽約給他的 只是說我們並沒有買賣 可是妳是在被騙的情況下 妳自主答應簽給他不是嗎 就是簽名 他就說 怎麼這麼強啊 那這種可能就 她電話一號 葉莉姐這樣還換了 我已經三秒了 就騙他是不是 這可能要問一下律師 因為律師可能會想要了解 妳手上還有哪些證據 對 去了解一下 對啊 來 處理一下 我幫妳介紹 沒問題 我幫妳介紹 處理一下 可以幫我介紹一個男人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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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壞轉 沒有 他比較注重另外一個房子 真的 對 我覺得或許這是一個轉機 今天你把這事情拿出來聊 大家再 或許有個轉機 你去了解一下 東東的 買房 內湖區 五十五坪兩房 三千萬 一個月繳 貸款四萬五千塊 然後月收入也是不穩定的 對 然後財務規劃 不是 沒有 乾脆 我跟你講,我說好不哭 我的是 因為我其實是 我買房嘛 其實我們住了六年 當初我是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就是一切聽從夫家的安排 是 所以那時候 我大學畢業之後 他們就說 你青年首次購物 利率比較低 所以我也笨笨的 愚蠢 單純的愚蠢 所以我就簽名了 所以我是總債務人 那持有人是我跟我先生一半 結果呢 買房有一個存... 在婚姻中 一起買房有一個 存在一個風險就是 你知道嗎 很盲目 你永遠不知道他愛你的時候 房子、車子全部給你 不愛你的時候 寧可相信 世上有鬼也不要傷心 男人那張嘴 男人那張嘴 那你現在是 你這張嘴 不是 就是不愛你的時候 可能債務孩子都給你這樣 那如果到時候還不出來 這個是算誰的 對 只是說為什麼 到最後所有的 總債務會落在你身上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奇怪 對啊 對 我也是很莫名其妙 這一定要經過你同意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極有可能 他用你的硬件或者是 沒有 他幫你簽名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可以再去 追蹤、討論一下 我去銀行看過了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我一個大學畢業 沒有在賺什麼錢的人 居然可以當借貸人 後來我去銀行 我去調資料 全部都是我的簽名 對 那你怎麼受簽的呢 然後我說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簽這些文件嗎 因為他是換銀行了 三年利息到了 他又換銀行了 那換銀行我也不宜有 他覺得有保證人 我公公是保證人 然後我就要簽 我說有更改嗎 他就說 我是你老公耶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對 就是都這麼誇張 所以你就會相信 你會覺得 去欺騙你 做這種事情 對 真的是有小孩耶 我一直都沒有在看新聞 三個耶 我三個 然後 就不宜有他 就這樣做了 真的都是我的簽名 那也不知道簽了什麼東西 我簽了是 他從上一間銀行轉過來之後 本來是我公公是連帶保證人 現在變成他只是一般保證人 也就是 總債務人就是我 好 沒關係 我覺得看到這一集的 這個有熟悉相關法律的觀眾朋友 可以上網 給我們提供一些資訊 對 真的 可以到我的咚咚咚 一人一句話 咚咚咚咚咚 到底該怎麼辦 對啊 或是資君的這個部分 如果大家有熟悉的話 都可以上網 給他們一個意見 謝謝 好的 我們接下來看 出房… 芷婷 好重 西區 腳青 20坪總價1000萬 所以重點是腳青 我知道 因為生活不固定 房貸還腳青 好可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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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告訴我 我也要撿 財務規劃給媽媽出門 不帶錢包 下一位 好可憐哦